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共同抵抗燃烧军团的入侵已经过去了许多年 然而部落和联盟间脆弱的协议早已荡然不存 从那天开始没有人会认为联盟与部落会再次结盟 在熊猫九仙服务器两个阵营的玩家在世界绝大部分战斗 起先玩家把攻打对方阵营的主城作为一种荣耀 因为攻城难度巨大 推倒城中的首脑更是个技术活 需要英明的指挥和自觉的团队配合 此后魔兽世界将攻打对方主城作为一种成就 成功击杀对方阵营各主城的首脑之后 玩家还能获得一只威风凌凌的战熊作技 因此攻城之风欲见圣贤 熊猫九仙服务器的联盟与部落长远征战 留下的只有厮杀的回升 击杀的数量 攻城的次数与践踏敌人的坟墓 其他的没有人会去想 也没有人愿意去想 遭遇战每天都上连着 然而在2011年的7月11号晚上 联盟与部落之间邪恶的预言被打破了 在熊猫九仙服务器真实的上演了一场 部落与联盟的大结盟 这一刻所有人都将联盟部落 敌人等词汇删除了字典 在服务集将关闭升级之前 他们只想并肩看一场日出 对 只是一场日出 这就够了 或许熊猫九仙服务器的人们 找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游戏方式 许多年后 当魔兽世界早已被人遗忘 你还会留下哪些珍贵的回忆 是会计格一起游戏的伙伴 还是会计格那些值得你天天的试验呢 此片先给九仙服务器所有玩家 九仙天战斗团容易出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